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 黑龙江流域 蒙古 青海 西藏和新疆 并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将大量的土地纳入帝国直接统治之下 鼎盛时期将预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即便是清暮 民国也从清朝首领 继承了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江土 有人说 如果不是清朝的入关 中国不可能取得像现在这么庞大的国土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 换句话说 如果清军没有入关 中国国土有现在那么大吗 说实话 不会 但是江域恐怕不会有今天这么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蒙古 西藏 新疆的控制 在清朝是和清王朝有关的问题 还是与伯格大汉有关的问题 要知道 清朝其实早早就设立了蒙藏院 后来改成李藏院来管理蒙藏事务 根本原因就在于 这很大一片土地的很大一群人 实际上是以二元制帝国的方式 进入了清朝的本图 即对清朝皇帝这个蒙古大汉的效忠 自1636年墨南蒙古 16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 承认皇太极为汉 并奉上鲍格达彻臣汉的尊号开始 蒙古的共主大汉位置就发生了转移 到了满洲的大汉头上 而顺着皇帝在圣经登基时 内密书院的蒙古文档中 顺着皇帝的尊号 和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 都是汉 两个月后 在北京再次举行仪式时 内密书院的蒙古文档 可记载变成了集天子皇帝位 成为了满蒙汉的共主先子皇帝 当然 如果没有之前的汉位关系 后面的共主皇帝也就无从说起 事实上 隋文帝的圣人克汉和唐太宗的天克汉 都曾经意味着共主皇帝的身份 不过当对方不在公顺时 在古突厥人的悲鸣中 就变成了唐家克汉 或者桃花石克汉 也就是另一个最等的政权统治者 而这个共主身份 明朝的皇帝是真没捞着的 如果说清朝没能主观 由大明或大顺来统一中原 那么可耿地不少的东北地区 很有可能会依靠人口和生产力的优势 在棉花大量推广的情况下 最终被汉文化圈实质性占领 但是蒙古草原和西藏新疆本身纳入版图 就是清王朝作为多元身份中的草原之主部分的必要 换成了汉家天子 在必然崛起的魏拉特蒙古的侵袭下 还会不会持续百年的 与其在西方万里之外拉锯 就是一个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事实上 明朝肯定是一个内卷性的王朝 大量的资源都花费在了内部 现实中也没有这种扩张的欲望 甚至在其开国之初 所谓的广大疆域 其实也是为了积极防御 当防御线的作用降低 或者成本提升过高时 他们会不停地向内迁移防线 直至成本最佳为止 那么 大顺朝会不会有变化 从李自成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政策来看 他的眼界可能 还不如大明朝的职业官僚们 那么 在蒙古草原和西藏 新疆方向的用力 也就变成不可能了 所以 可能从可耕地的角度来看 东北地区人会被汉人朝廷占据 其他的地方 就很难说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